現在積極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的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近期是積極走訪基層 昨天他提出要在高雄的半坪山 蓋小型核能廠的構想 引發外界熱議 環團就直指半坪山 臨近旗山 還有小岡山兩個斷層 屬於高風險的區域 根本就不適合蓋核電廠 而面對爭議 郭台銘今天下午在高雄的時候 就自認是不當比喻 也多次來道歉 做了一些這個不應不當的表述 像高雄致歉 國民黨總統熱門提名人選之一的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2號下午來到來營票倉之一的 左營國貿社區舉辦座談會 針對前一天半坪山蓋核電廠的 不當比喻多次致歉 解釋只是舉例解決缺電的可能方法 如果說現在小型的能源 面積體積只有十分之一 又很安全 是不是每個縣市 去搞一個安全的核融核的電廠 拿著小超經歷失言風托 郭台銘謹慎發言 強調台灣要發展高科技產業 勢必得重新考慮 重啟核四節清潔能源等問題 但對於要在距離 僅約五公里的半坪山蓋核電廠 當地居民不知可否 因地質關係半坪山城市國內重要的石灰礦區 隨著採礦中止也納入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環團也提醒半坪山鄰近祈山及小岡山斷層 屬高風險區並不符合蓋核電廠標準 若出問題將對附近社區及生態造成危害 核電議題引發各界討論 郭台銘表示後續將提出具體能源政策 而為了爭取國民黨提名 郭台銘近期積極走訪地方 但前立委邱毅卻爆料 黨主席朱立倫早已決定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將拿假民調交差了事 郭台銘對此淡然回應朱立倫是最想贏得2024大選的人 相信他會希望推出最強的人 會相信主席繼續勤走基層 記者稱歡迎陳顯坤高雄報導